美酒或紹興酒 大家好 我是Celia 今天我會教大家吃一個又滋補又暖身的麻油雞 無論配米粉還是飯都這麼好吃 另外我想跟大家推薦這個Ginger Wine 它可以在本地的超市買 可以代替我們平時煮食用的米酒或紹興酒 最重要是價錢足足便宜一半有多 一起來看看這個酒怎麼使用 雞我們可以買全雞也可以 但我喜歡滑一點就買這些雞翠仔 上去煮得入味一點 我便輕輕地用刀割一割後肉的位置 建議買一些帶骨的雞去煮便會好一點 因為有骨煮出來的湯汁便會更加濃 我們這個步驟主要是把雞給底味 我們這個薑蓮皮切片 注意不要太厚 如果太厚的話 我們的薑片便會很難捏出那些味 木耳我們用水浸軟了之後 把它切細 如果你看到這些比較硬的位置都會切走 木耳其實都很有益 它可以幫你通血管 降血壓 那麻油呢 你用普通白芝麻油也可以 或者黑芝麻油也可以 注意我們的火一定不能太大 如果火太大 那個麻油就會苦的 那些薑呢 我們就盡量攤開一點 等它一會兒扁出那些味的時候 就容易一點 這個步驟一定要給少少耐性 就不能心急開大火去煮香那些薑 不然這些薑呢 就會很快會麻油受高溫 就會變得有苦味的了 那整鍋都不好吃的了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就會把薑呢 扁到差不多很乾 那才可以的 但我自己就不喜歡太乾 你看到其實你旁邊這些位置 已經開始有少少金黃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那些薑的味道呢 就已經出來了 現在已經聞到很香的薑味了 那我們就要爆一爆些雞 那把薑呢 撥在一邊 然後呢 就把雞呢 放進去 那我們呢 放完雞之後呢 火就可以輕輕加大一點 我們把雞呢 煎了之後 再煮呢 就會令到湯呢 就會再濃味一點 和好吃一點 再煮一口 現在把薑呢 切開 拿好 然後切開 掉 切開 好 河 我們其實不需要煮太久 因為想保持雞比較嫩滑 所以我大概煮了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加少許鹽調味 再加這個浸膜 也是薑酒的杞子 不要煮太久 因為煮太久 我幾支營養會失去 還有酒味也會揮發 因為本身的麻油湯底煮了一會 所以麻油的香味也會離開 所以現在再加少許麻油 讓湯压喝下去更加香麻油味 然後我們大概煮多兩三分鐘 就可以關火 就可以吃了 這個麻油雞 雞煮完後很嫩滑 而且你看到味道也很入味 而木耳吸收了湯汁的味道 吃下去很爽 很好吃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喝這個湯 這個充滿薑的香味和麻油香味的湯 喝完之後真的覺得整身都好像 連手指和尖都馬上覺得嫩 我覺得很適合冬天吃 而且配米線、米粉、吸收湯汁 整個湯汁都不浪費 都可以吃光 再加上這個杞子的甜味 油眉毛 我覺得這個菜色真的很養生 我覺得這個Ginger White 真的很適合這個菜 也可以代替我們平時用的米酒 或者紹興酒去煮食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有風味之餘 價錢便宜很多 很適合我這些省錢達人 而香港的朋友可以繼續用米酒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分享 喜歡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次再見 拜拜